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同源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治疗医灵招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今天不如我们谈下一个问题吧 现在因为生活压力上太紧张了 很多人除了我们有些失眠引起的问题 有时他们也会有时被人说笑 你为什么这么老弱、老残 就是老暴、老暴的衰弱 可能对于有时做的工作上 又可能忘记了什么东西 那会不会除了营养补充剂之外 其实在同源疗法 都能不能帮我们补补脑 让我们生活上可以轻松一点 老弱呢 我相信很多人时不时都觉得自己老弱 不想想事情、想不通 遇到一些事情都很累 没有什么反应、不想反应 当然也发现自己的体验很差 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个感觉 但我今天和大家讨论比较严重的脑弱 有几种疗剂在同源疗法里用得不错 过去在我自己的临床也用过 效果是很好的 同样这些是一种不寻常的疗剂 第一个和大家介绍是phosphoricum acetylum 即是淋酸 在同源疗法来说 凡是酸类的疗剂 都是有一种虚弱的 可能是身体弱、情绪弱、脑弱 凡是酸的 你都会觉得个人的弱性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好了 这个淋酸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通常脑弱是因为过去经历过很多的悲哀 或者是情感上的创伤 当然也用到过度 性方面的中欲 过度中欲 所有在身体或者脑方面的压力 都会慢慢形成轮酸的症状 轮酸有一个很有趣的 但是身体上的症状 会感觉到脊椎和肺脂有种消热的感觉 当然情绪会很低 还有很多忧虑 这是一个挺好用的疗剂 我通常都是遇到这些 尤其那些不开心 情绪方面的不开心 会考虑这个phosphoric acid 另外一种疗剂 就是淋 不是淋酸 只是淋 淋的 通常淋的疗剂 在神经衰弱方面 应用在神经衰弱 或者真的脊椎有事 通常轮型的人 平时的人都很敏感 对声音很敏感 对人的人气 人的磁场很敏感 周遭环境 过度的敏感 令他感觉很疲 本来一个很开心很兴奋 很社交的social butterfly 但是突然间觉得太多东西刺激他了 跟着又出现一种疲累 软弱 想事也想不到 论型的人 通常就是很开心的 很容易兴奋 但也很喜欢喝冰水 喝汽水 他家里可能安装了一架 做汽水机 因为他很喜欢喝冰凉 有泡的气 有气体 通常有些人是很开心的人 好 另外一架 叫Nuxmomica 马泉子 马泉子平时很博杀 做事很有冲劲 很有野心 然后为了他继续拼命工作 他会饮食很多刺激的东西 烟、酒之类 令他整个人很敏感 很容易吻疾 很容易吵架 要求很高 我们叫做很push 只要你做事就会做 一定要你做的 马泉子 很多时候慢慢地 通常人比较瘦些 而且很容易便秘 因为吃了很多刺激物 导致精神方面很疲劣 马泉子可以说是常用的 现代人是常用得着的疗剂 平时做事很博杀 但之间过度消耗 他会累起来 脑子用不了脑 另外一种是Cocca Cocca 契古阿业 Cocca 如果大家认识到高山的地方 通常有Cocca的炎 被你咬 帮助你预防高山症 Cocca也有很多时候 帮助人处理人的脑子疲 就会累了 可能好像高山到低氧的地方 出现这些脑袋 用不了脑 脑子会想不到东西 可能脑子会消沉 Cocca是同样疗法的方法 帮助你处理疲累 另外一种叫Picricum Exit Picricum Exit 是苦味酸 酸 叫Picricum Exit 苦味酸 这个疗剂的情况 我遇到几年前 很明显的一个案子 这个病人是一位教师孙生 在国际学校教 是外籍人士 他说很多年来 他累不堪 他不单止是脑子疲 身体很累 少少事情就做不到 他说你累了多久 他累了很多年 很多年 他说你这样的情况 为何还可以做教师先生 以及熬了很多年 最后我处理了 处方的疗剂 是Picricum Exit 很快很快 他说他的疲累感 全部都没有了 很多年 我忘记了 七年八年 很久的疲累 是完全消失了 不单止消失了 他现在还开始 喜欢踩单车 很快的转变 这个案子很有趣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 这么厉害 然后没什么见到他 但几年之后 他又回来了 他好像又累了 我又处方给他 我忘记了是否又用了这一疗 然后他没有再回来了 应该是好做的 所以Picric Exitum 我用了一些人 不单止是脑袋累 而且身体也很累 小小事情就令到他人整个人都很惨 所以在同学聊话 你真的可以告诉你 什么问题 我们也有办法可以处理 是的 譬如刚才听袁医生的分析 在脑衰弱 Mental weakness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觉得 因为我累了 自然可能不想想什么 只要休息 如果普通一般 用脑角度 你可能休息一段时间 你就会有活力 或者对其他食物有兴趣 但刚才袁医生提到 这些疗疗剂应用在病人身上 不是普通的疲累 可能正常的 加班了一个星期 可能给你休息两个星期 放两个星期大假 可能会充电回来 但那些人的情况 不像这些 是完全想放置 甚至像 有些轻生的念头 因为脑根在想 但为什么身体 各样东西又配合不到 用不到 所以刚才袁医生也提到 在同类疗法 医疗世界上 大家不可以想象到 它有任何的边界 去到医到什么 不医到什么 任何问题都可以 有机会 找到一个很好的疗剂 将它很快很神奇地改变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袁医生 一直在网台上 帮听众分享她的经验和知识 知识学到后 遇到机会时运用 当运用时 我们一定要有工具在手上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都可以常备了一些疗剂 在手上 当你遇到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亲朋亲友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一些很棘手的问题 当你有足够的知识 你就可以帮他们一把 但如果手上没有工具的时候 可能会错过了治疗黄金的时间 知识加行动 就等于一个效果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我们所提及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00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发愈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余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